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来最严峻的状况 即日起高雄水情从绿灯转为黄灯 在用水离封时断浆实施减压供水 大概每一年降下来900亿吨 那我们只是用它的15%到20 所以其他的水就流到海里面去了 我们好像是一个拿着进化网 更加要饭的一个国度 现在整个高屏溪从上游一直到中游到下游 这个取水口这里的水是已经最少的了 110年的时候同期还有将近有4至5CMS 可是到前天为止我去调查 它只剩下3.11 所以整个有将近少了十几万吨 滋养着高屏地区万物的高屏溪 因为旱向持续 河床逐渐裸露在外 水位也逐日减少 成了鸟类的新奇席地 但对于掌管大高雄农业灌溉用水的农水署而言 找水就水 几乎已经是这几年的例行公事 今年的1月11号我们就成立了 我们从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大区游灌 然后用水去把它做一个调节 然后不要让大家同时都在灌溉 然后用那种精准游掉的制度来执行 我们现在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超空灌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高屏兰河宴 就是我们民生跟治癌水在用的 离我们这里也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高屏溪最后的取水口就在我们这个超空进水口 那超空进水口呢 它南从陵远北到桥头南直 然后呢还有仁武大色东边 然后到古山左云等等 这么大的灌区呢 都叫我们大超空灌区 高雄呢它是有水但它没有水库 所以并没有所谓的说 哪里要去停灌或怎么样 那我们高雄管理处呢 我们对这种轮灌制度分为三期 正常的就OK了 那水比较少的话 我们就有一期 一期的因应措施 如果再没有的话 在第二阶段的因应措施 如果再没有的话 就第三阶段的因应措施 现在呢以复兴曲跟我们的四十头郡 就美龙那一边呢 现在还是一阶段 可是呢我们现在的超空灌区呢 跟齐山水系灌区它已经到二阶段了 那超空水系这一边呢 因为它是最下游 所以它是最辛苦的 所以我们采用七日制的大区域的轮灌 哪里有缺水 我们就往哪里走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同仁也都非常辛苦 都一直在开关这个水门 在调配这个水源 来到高平溪的中游 长达六百多天没有明显降雨 处处可见裸露的河床 即使是有水的地方 也几乎快要见底 为这一场旱灾 做出了最直白的陈述 负责掌管南部用水的经济部水利署 南区水资源局 也为了找水伤透脑筋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是 瞬间流量是5.5个CMS 它大概是42万吨所有的一个水量 那相较整个大高雄地区一天大概 目前近一个礼拜的平均是142万 那142万吨的水 除了我这个川流水的42、3万之外 我还要靠一些湖流水 大概有37万的湖流水 包括一个湖库水 包括三个水库就是 阿公殿水库、凤山水库 还有澄清水库的水 还有一个支援 还有一个常态型的地下水的供应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备原用水 就是在百寒大和开造的那些井 最近高雄市政府协助我们找的这些井 大概它的用水量大概是14.7万吨的水 那整体而言来满足我们大高雄地区 一天142到145万吨的用水的需求 事实上这并不是南台湾第一次普通汉象 两年前的百年大旱让全台陷入缺水的危机 中央地方联手在高平溪的沿岸开凿抗旱井 不过就在最后一口抗旱井完工之后 天降干零解除危机 那时谁也没想到两年后 缺水的梦魇会再次上演 并且范围缩小集中在南台湾 我想百年大旱那时候是 主要是全台湾性的 那种灾区大概是在台中 那时候台南地区也很严重 但是没像今年这么严重 就是南部地区 主要靠台南市的两个 真无山头系统跟南化水库系统在供水 那高雄地区就是主要靠高平溪 那在真文水库的一个就去年集水区的降雨量相较于百年大汉 还少了112个mini 在高平溪整个流域里面 它相较于百年大汉 还少了416个mini的降雨量 导致现在水库所谓偏低 整个台湾地区就是南部地区的降雨型它是9比1 但是在中北部他们就是比较有 在沽水旗号比较大的降雨量 尤其是在北部 像去年的西茂山 在宜蘭的西茂山 去年整年度的降雨量是12,027个mini 可是在高雄市的一个降雨量 雨量站它就971个mini的 就相达将近了12、3倍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统计 台湾地区近30年来 曾有5次严重的汗灾 包含宇都基隆都曾有长达3个月的汗象 大台北地区也曾经大规模陷水 2020年没有台风登陆 使得隔年台湾面临百年大汗 2023年的此刻 高雄在百年大汗之后 继续向天向土地多摇一点水 去年开始就是在8月 我们在主要降雨期 发现台风一直没有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紧张 那我们就一系列开始去做 我们在去年8月时 就开始进行了一些防汉会议 那开始去做一个管制水库的一个出水 还有一个农业 在台湾地区农业用水是大宗 所以我们就是进去加强惯外管理 还有一些包括我们 就是我们要求民众自主节水 还有工业区的一个节水 等等一些相关措施 所以我们从去年的8月开始之后 一直到目前为止 大概节省1.8亿的一个蓄水量 如果现在没有当时的这些作为 今天的水库的水量会更少 那会更严峻 从2021年开始 早景急剧发出的声响 在高平溪沿岸不断回荡着 台湾平均年降雨量 虽达2500毫米 但降雨集中在风水期 加上地形陡峻 水资源 补益续存 换算成每人每年能够分配降雨量4000噸 还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五分之一 2005年更被屏蔽为全球第18名的缺水国 这样的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的状态之下 目前的汗象何时能解 南水局保守估计 必须等到梅雨季节 整个高平溪是一个蛮敏感的河川 因为它的地质关系 它水源补充是非常快的 依照以往高平溪在5月 大概5月中或5月中下旬 当梅雨来或者是有群雨来的时候 整个高平溪的流量就会变高 那高平溪的流量一出来之后 基本上我们的汗象就可以有一部分的解除 因为我的流量够的时候 我可以满足高雄地区之后 如果有余率 还可以再支援到台南 台南因为它主要是靠水库 它的水库的集水面积 没像高平溪的集水面积那么大 所以说我可以支援到台南去 来降低台南的南化水库的一个出水汤 来延长整个水库的一个使用期限 来等待我们迅起的到来 那我们整体的目标就是大概是4月 4月不进入分区供水 也就是不进入红灯的一个情景 这是地下检水 分检水 OK 这是台具 这个是在采水使用的 所以提水去做检验 我们公司这一道这个烂路 总共打了19口 19口 大泉淨水场这边有4口 高平溪岩岸这边有11口 所以这有7口 总共是11口 那97那边是8口 总共19口 水表上的指针不断旋转 这座抗旱水井 已经稳定送水一个半月 面对不知何时才是旱灾的终点 开源 截流 调渡 备源 成了政府的作战方针 我们还没有绿灯之前 我们高雄的用水量 差不多在148万吨左右 那在绿灯就是在水利署这边 把高雄转为绿灯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 我们市民这边有自主性的节水 自主性的节水的话 那时候已经降到145万吨 那现在就是从绿灯转到黄灯的时候 经过自然水公司的统计 它已经降到141万吨 那我们现在目标就是 我们在高雄在3月30号 如果转为成灯的时候 那我们目标希望能够 我们每日的用水量 可以降到136万吨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 供应的高雄的水量 现在除了就是地面水 还有备用的水源 另外就是我们的湖流水 还有一些再生水 加起来目前可以供应的水量 是到现在今天为止 是可以供应142万吨 除了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如果是未来 早景的工作如果完成的话 我们还可以增加差不多 十几万吨到20万吨的一个水量 主要的挑战的部分 就是产业用水的部分 现在目前除了我们民生用水 可能在差不多110万吨左右 那产业用水可能 可能差不多在30到40万吨 那我想产业用水的部分 是占目前他们使用自然水的状况 是占一个很大宗的水量 那我们想说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就是未来 能够用再生水场 再生水的方式来做一个辅助 那目前高雄的再生水场 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 是在凤山再生水场 他们现在最大的供应量 可以到7.8万吨 而且是可以供应我们 林远的工业区来使用 那我们现在就是 在明年要规划 要增工到11万吨 如果说这个部分 和灾持续的话 我想我们会增加 它未来一直会规划再生 生活污水把它转为再生水 可以提供产业用水来使用 那现在在 除了这一个位置在凤山以外 那我们在桥头那边 也规划在一个再生水场 就是那一个部分 水资源中心盖完以后 在115年的时候 就是产水3万吨的再生水 那兰子那边也 规划7万吨的一个再生水 会在117年之后 才是产生 那这边产出的水 总共差不多有在21万吨左右 那21万吨的每日的供水 21万吨的话 就是将水可以儲存在 我们平常的生活的当中 那一旦有需要 急需用水的时候 就可以启动来供应 这些产业用水 然后就是减少 我们民生用水的用水量 开发再生水 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但面对所费不资的费用 加上相关法规的限制 我们还能够从哪些地方 向老天多要一点水 其实政府已经都有大力推广 但是现在都是考量到 水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产制的 沾上水费用还是比较高 然后一般自来水的水价 也是比较低点 所以还是会有受到 一些抗拒的一个问题 其实沾上水场应该是 从平常就要开始进行 抗旱的这一个角色 从平常就开始使用再生水 将多余的水源 那个基存下来之后 最后再留给民生来做使用 那我们使用的这些再生水 可以全部产制成优质的一个再生水 来给工业区来做使用 这些没有人体接触上的一个问题 也没有人体使用上的一个疑虑 工业可以很稳定的使用一股水 而且可以在这种缺陷水的时候 又可以有一股稳定的水来供给它们 可以是说一举两得 其实我们最大的一个关卡还是在于 再生水的一个产制 因为再生水产制的话 它必须要比较复杂的一些工业技术 然后另外它必须要很精密的一个监控 那再也就是说 因为再生水技术很成熟 但是它相关的一些设备耗宰是比较昂贵的 然后我们必须要严格控管我们的一个水质 然后还要去确保我们这个水量 足够的一个水量 才能够让工业区使用的安心又可以放心 缺水的危机影响的不仅仅只是民生 整体产业乃至于医疗都会受到冲击 事实上台湾缺水的问题 不单只是来自于天不下雨 而是我们根本留不住水 水资源专家丁测士 一语道破台湾的处境 大概每一年降下来900亿立方公尺左右 900亿吨 那我们只用它的15%到20% 所以其他的水就流到海里面去了 非常可惜 我们好像拿了一个精华碗 去更加要饭的乞丐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 所以我们如何要把这些的 七八百亿立方公尺的水 能够把它留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 根据统计 若在台湾地表上的每一滴雨水 有将近六成水流到海里 兩成蒸发 剩余的才是我们可利用的水资源 面对极端气候频繁 和烙比分明的情况 丁测士认为 洪水资源化是可行的解方 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所谓的洪水资源化 就是在五到十月的时候 能够利用这个洪水 把它补充到地下去 因为地下本为蓄水大库 地下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水库 在那个地方 只是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水引入进来 利用洪水蓄水地下增援减洪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谓洪水资源化的非常重要的精神 那如果说我能够把洪水进入到地下去储存 那储存它经过进化完以后 那就可以干净相对干净的水 能够让大家喝到健康的这个水源 而且我们要靠我的台湾的地形地质地貌 能够非常充分用这样的地形 让它的取水的方法能够非常永续非常生态 地面水地下水跟浮流水细出通源 都是从降雨过来 那因为在学者专家里面的研究过程里面 地面水浮流水跟地下水的流动的形式 以及流动的速度是不相同的 那流动的速度 这个方向不相同 当然跟它的媒介 就是地底下的这些的土壤 进化的过程也不同 所以说理论上不同 就会分出来所谓的地面水浮流水跟地下水 这个是在学理上的一些分析 所以说就有不同 那对民众来了解就有不同的见解 所谓浮流水指着是流动或储存于河道下方 沙粒石层中的水 而地下水则是位于浮流水之下 中间有竹水层可以将两者区分开 若是可以将浮流水妥善运用 使它作为补助水源的管道 或许正是焊象难题的答案 高平地区有非常多的例子 已经超限部署在整个这两个区域里面 比如说我们屏东的大潮州人工湖 我们终极目标就是要引入 临边溪的一亿五千万吨的水 能够补充到地底下 然后产生我们多余的水 除了可以延缓地层下限之外 我们还有可以多余的水卖给致癌水公司 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成功地把这个水 卖给致癌水公司 非常永续也非常的生态 更好的就是它的水质经过地上进化 非常干净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高平溪的水 能够在上游地区 我们也去汇坎 在老龙溪跟艾寮溪的汇流口那个地方 非常好的透水性 非常好的条件 能够把快速的洪水 能够吸纳到地底下 那这个同时 河里面水非常浊 我们同时可以在下游地区 就近 就把这个水引流出来 就近这个浸水厂 就马上可以处理 也不需要那么多的电力 来把它引流输送 我们就可以达到进林排探 当然这个水价 这个水可以非常便宜的成本 能够拿到这样的水 所以说整个高平地区 我们已经也找到很多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当然啦 另外的思维 我们要开源跟节流 另外一个思维就是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风水期的时候 能够尽量去用地下水或者浮流水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面 在中央山脉 靠着山区的地方 它非常快速的引流到地下水 补助 我们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地下水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让这个地下水 能够充分被利用 流空地下水 让下次进下雨的时候 能够再引流进 进到地下水库里面去储存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充分干净的水 那等到沽水期5到 从10月到隔年4月的时候 因为下雨量减少了 这个川流量也减少了地下水 还有所谓浮流水相对量比较少 这个时候我们全台湾的各种 20亿立方公尺的水库 都在最后一次满水库的时候 我们在就可以度过6个月的时间里面 来做充分的应用 所以说我们要有另外的思维 风水期的时候 尽量用浮流水跟地下水 腾出空间 在沽水期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些的湖泊 還有一些水库的水 来供应水 这样的话中林也就可以做调蓄 调度 非常好的一个观念 就可以充分 那也考虑到台湾这样的一个降雨的特性 地形的特性等等 都可以充分发挥 我们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水资源的方式 来处理我们干净的水 充分不断的供应的水的量跟值 滋养万物的水 在旱灾之下 显得格外珍贵 早期丁策士和相关人士 也曾经提出百里皮糖的观念 希望可以被水于日常 当时我们在做水资源运动的时候 因为当时美容水库要兴建 那美容水库兴建 有一些部分反对 也有部分很赞成 因为在用水的正义里面 去做很多的拉拔 一方面要考虑到环境时代 一方面要考虑到溃坝的安全 那一方面有人要喝到稳定安全的用水 所以说这两方在拉锯 那当然后来有一些的机缘 能够引入到所谓的 地下水人工补助这样的概念 那当时整个老荣西西畔 很多的这些沙石坑 那这个沙石坑形成就 绵延大概非常多的长度 我们把它夸大叫做百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用这个百里皮糖 把它串联 变成一个地下水补助的一个地点 因为我们也研究过 那个地方透水性很好 地下的空间也可以吸纳 老荣西的吸水来补充 那补充完以后就可以 沿着地下水的流动 从东北往西南方向流动 那在沿海地区我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水源 也可以让这个地下水抬升 不会引起地上下陷 那我就可以在地方 直接用比较生态的取水的方式 把它再引流出来做后置的处理 所以说就有百里皮糖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们也做过很多的理论的模拟跟演练 这样的可以达成 那当时后来因为再加上当时高屏大湖的新建 以及高屏西沿岸的浮流水的开发 所以说这一块的补助量补助的计划就停止了 那现在目前按照这样的情势 如果说我们能够再符合国家现在推动的洪水制限的话 那不要让老荣西或者爱寮西的汽水流到河里面 流到高屏西本流流到海里面去 那我们如果能够利用这样的方式 在那个地方做地下水补助 来增加地下的资源量 那民众在下游地区水制限开发的时候 会产生疑虑 就会产生所谓的地层下陷 海水入侵或者土壤原化 甚至于我们农民早期在使用比较浅的井 拿不到水 那我们就雨露均沾 能够把这个洪水引进来 大家就可以有水可以使用 也可以达成我们在所谓的地表地下 联合运用这样的一个水制限政策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提出来这样的概念 那这个时候大家的疑虑就是 沿海地区地露下陷 我可以借用这种方式 能够把它缓了 那民众抽不到水 我借用地下水的补助 也可以让它大家在沽水期的时候 有水可以用 也就是造成我们现在在推动 也在国际上推动的 我们叫做水银行这样的概念 水银行就是 沽水期的时候把它存款 让大家沽水期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没有赚钱时间的时候 让我们拿的存款拿来再使用 可以做所谓的调序 或者调配这样的形式 所以开源节流调配 这个调序等等就可以形成了 这也是国家的政策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观念 我们在屏东也能够把这个观念引入到高频 因为高高频 早期高高频三线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 大家能够享受到非常充沛的水源 非常好的水质等等 这个也符合大家用水的争议 那当时二十几年前 我也提倡所谓的山水一生 也就是水利工程跟水质源工程要一并考量 因为水利工程师希望赶快把水排掉 但是水质源工程师要把水保住 所以说这两个要合在一起 那水质跟水量 很多人考虑到只有水量 但是水质不考虑 所以说就造成了各管各的 那这个地面水跟地下水又分开 所以说这个山水能够一并去考量 那在考量的基础之下 能够达成所谓的生产生活生态跟生命 这个就是所谓的山水一生 那就可以符合我们所谓的2050年的这个禁令排放 这样的国际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